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下令严禁餐饮浪费 也让旺杰揣测说中国是不是可能遇上了粮食危机 中国正媒大胃王直播开吃云南小吃 带喂煮米线 一口接一口让人看了垂涎距滴 但未来这类直播可能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令严禁餐饮浪费而遭到轻薄 有时候请朋友吃饭嘛要讲排面 四五个人可能会点到六十一个菜 中国官媒痛批大胃王的直播文化 原本是要推荐美食 但部分直播主为了充高流量已经越来越极端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建立全社会的节约意识 减少食物浪费来讲完全是背刀而驰的 武汉餐饮协会也响应政策禁止舌尖上的浪费 加码推行N-1点餐模式 譬如食人用餐只能点九人份的量 吃完才能加点 不少地方的餐饮业者也纷纷跟进 习近平突然下令严禁食物浪费 有专家推测很可能是中国出现粮食危机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大陆就饱受非洲猪瘟困扰 猪肉价格至今人居高不下 最近江苏一辆满载猪肉的货车发生车祸 附近民众竟趁火打劫 把七顿猪肉洗劫一空 加上中国每年粮食浪费 仍高达三千五百万顿 还有三成粮食依赖进口 美中冲突寓意加剧下 北京才不得不重新思考 粮食浪费问题 温州B 温州B